我們常常聽到的大脖子 還有眼睛凸出來 其實就跟甲狀腺抗近有關 可是我這個眼睛的問題 居然還真的會影響到視力 是 像高慧君 大家都知道 就是唱歌非常好聽 事實上他在一年多前 也曾經有過甲狀腺方面的問題 當然一開始他並不曉得 自己是什麼原因 他是先從眼睛出狀況 因為他發現他的眼睛 居然沒有辦法聚焦 然後看東西有雙重影像 然後有這個斜式的情形 那他一開始以為 是不是自己有這個散光 所以先去找了 一定是去找眼科 對 先找眼科 後來眼科覺得不是 然後又查到這個腦科 然後又跑到新陳代謝科等等 最後是在新陳代謝科 幫他檢測之後發現說 其實他是一個甲狀腺异常 所造成他的眼睛的一個狀況 所以初期是先幫他用這個 就是把這個數值 調理到穩定之後 才做了一個眼睛方面的手術 所以像他現在的話 大家都知道他音域很高 常常唱歌很有爆發力 但他現在不敢這麼用力的唱歌 因為怕會影響到他的眼睛這樣子 那另外一位是很年輕的主播 馬湘瑩 他說他在臉書上透露說 曾經有一個民眾 就私訊他跟他講說 甚至還記了他幾年前的影片 佐證說 這個某某主播 我覺得你的眼睛很凶 很猙獰 真的是很不好看這樣子 就是給他非常不好聽的批評這樣子 那他就把這件事情 就是分享給大家 他說其實有所不知 他在那個時候其實是生病了 他說他自己呢 其實那個時候就是也有 情緒起伏很大 然後莫名的爆哭 然後甚至身體的一些生理現象也出現狀況 比方說很容易喘 還有剛剛心梅醫師有提到說 他的心跳也是很快 然後手會抖 當然因為他做這個新聞工作 他一直以為說 是不是他的這個壓力太大了 然後沒有運動所引起的 但是最後出現了他爆瘦的情況 他覺得真的不對勁 去找了醫生才確診 好 所以高慧君也有眼睛方面的問題 那麼馬湘瑩他也是眼睛 至少有人外觀看起來 居然形容他猙獰陰森 為什麼假狀腺 他會影響到眼睛然後凸出來 對 因為假狀腺的話 當他抗靜的時候 其實最常見的是 大家可能有聽過 就是葛瑞夫之症 那他其實是一個 自體免疫的疾病 對 所以表示說 我們身體裡面 有自己產生的抗體 會去攻擊我們的假狀腺 那其實這些自體免疫的抗靈 有相關性 所以他可能也會攻擊 眼睛 淚腺等等 對 所以假狀腺抗靜的人 他們可能會因為發炎 就會有這些狀況 然後另外就是會有一些 黏多糖或者是叫 Glycosaminoglycan的成績 在眼睛外面 因為它影響的不是 眼睛本身視覺的部分 不會影響到血晶體 玻璃體 我們的食物 我們不會 它影響的是 眼睛旁邊的軟組織 包括我們眼睛外面的肌肉 對 然後跟我們眼睛裡面 眼眶裡面有一些 脂肪 脂肪的量也會變多 所以把眼球給推出來 那種感覺 對 因為眼眶骨的容量 是固定的 但是肌肉變胖了 然後脂肪變多了 眼睛就只好往外凸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的肌肉的肥厚 也不是平均 每一條都一樣的肥厚 有些特別肥厚 所以眼睛就會有點偏移 所以就會影響到視力 對 會有複視的狀況 對 我們就是看東西 因為眼睛偏移了 對 那剛剛凱雲提到的 視力的部分 是我們最擔心 最擔心的狀況 就是當這個壓力過大的時候 它會造成視神經的神經傳導 甚至血液的供應 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一開始是眼睛 眼球本身沒問題 可是到後來就會產生問題 對 視神經還是會受到影響 對 好 所以當我們其實有 剛剛講到的眼睛的狀況 或者是心跳 變瘦的狀況 其實一定要先想到 會不會是甲狀腺的問題 甲狀腺 對 好 那欣妹 如果說把甲狀腺 調整在比較平穩的狀態 眼睛會不會回去啊 對 我這一題很常 被人家問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是不是我甲狀腺抗境 我一定會掩突 我已經回答這一題 其實不一定 像我自己就有遇過 曾經一個病人 這個病人來找我的時候 他其實心跳是120 就是所謂的正常心跳 大概在80以下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的概念是 你整個人其實就形成 那些大爆發的狀況 那個時候其實他的症狀 是很典型的甲狀腺抗境 當我們確診後 他自己就跟我說 如果說現在這個症狀 叫做甲狀腺抗境 他回推三年前 他其實就有類似的症狀 只是那時候 因為他沒有做檢查 所以可能這個甲狀腺抗境 已經伴隨他長達三年的時間 但是他外觀沒有改變 也就是他沒有我們所謂 比較常叫到這個鯨魚眼 或者是凸眼的狀況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 會不會甲狀腺抗境都有 不一定會發生 第二題是 到底我今天發生鯨魚眼 或者是眼凸的時候 他能不能回去 這個答案是一半一半 不一定能回去 所以我們常常會跟每一個 尤其是女孩子 比較容易得 我就會說 其實你要先去留意 是其他核病症狀 當你有出現一些核病症狀 很像甲狀腺抗境的時候 就趕快去找醫生 當時如果去介入 去做調整 不一定會產生眼凸 所以我們會最希望是 在還沒眼凸前 你就開始治療這個問題 所以回過頭 到底哪些核病症狀 什麼是甲狀腺抗境 其實我們都一直說 甲狀腺就是一個荷爾蒙 所以當它抗境代表 我們全身的新陳代謝 是往上衝的 所以什麼像 跟新陳代謝有關 第一個當然是心跳 所以其實你真的 我常常會說 從年輕到老 你家裡準備一台血壓劑 通常都沒錯 因為平常量一下血壓跟心跳 心跳很重要 80以下比較偏正常 80以上甚至100以上 就是所謂的心計 這就是很重要的指標 第二個 因為新陳代謝快 很多人會合併情緒的問題 有些人連動叫做緊張 有些人連動叫做失眠 有些人連動叫做手會抖 所以這些狀況 其實你可以去回想 如果有 你其實要小心 而且脾氣會變暴躁 對不對 有人是會說他很像藝術家的狀態 就是整天都不用睡 他整天就是覺得情緒很私勇 然後整個人就是覺得 好像緊張也不是 很嗨這樣子 就整個人就很嗨的感覺 這個其實也要特別留意 不要一直都往身心科想 也有可能是內分泌失衡 再來我們身體很多新陳代謝 也跟甲冬腺有關 例如腸胃道 所以有些人會從本來正常 變成腹瀉你要小心 月經從本來正常 變成異常 你也要小心 再來一個 體重明明吃的一樣 等一下月經異常是怎麼樣 來的天數多 來的次數多嗎 都有可能 有些人他就會亂掉 或者是月經變少 或者是月經的時間頻率變短 這個都是可能要小心 再來有一個就是 每個人其實都比較會規則量體重 體重也是個重要指標 如果吃的一樣 但是體重一直減輕 先不要一直往癌症想 可能第一個問題 先去找內分泌是不是 可是他會減輕到幾公斤 不一定 有些人是可以減輕很多的 有些人可能可以在半年內 他可以 就是受到我們所謂定義中 半年內你的體重減輕5% 其實都是有意義的 所以如果你已經體重減輕5% 我還是建議你 還是要往這個方面思考一下下 所以要到新陳代謝科 可能去抽血做檢查是不是 對 那為什麼會脖子變粗變大 其實應該是說它就是一個自體免疫問題 所以自體免疫問題 其實有些人他會合併出 就是我們如果掃超音波 等一下可能沈醫師可以說說明 就是超音波看起來是整個 好像都腫起來 你可以想像 整個腫起來 對 它會很像是一個抗體 一直在攻擊甲狀腺的組織 所以整個組織就好像被攻擊後腫 這樣的感覺 所以就為什麼它在影像中看起來 就會是整個放大 或者你從外觀看起來 脖子好像變粗了 但不會痛對不對 有些人會痛 但是比較少的比例 真的 OK 好 所以假裝現在這個地方 那因為它整個腫起來的關係 影像上看起來就是比較大的 甚至外觀也看得出來 吳醫師 這時候要怎麼樣 很緊張 對 我們現在這個部分 我們就用一個茶飲 叫做穩康茶 你知道它有很多的症狀 包括一直流汗 出汗 所以我們這個 心肌手抖 對 然後我們的手汗 或者是心肌 我們就用一些中藥 可以症狀了治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用的 好喝的黃芹 黃芹它可以不表止汗 當然如果說你是火氣很大的 我們會用到什麼黃蓮 黃芹那種的 但是今天因為 你已經在我們所謂的 精神代謝科 或者是假裝腺炎抗菌 這些治療 但是它就是心情不好 然後甚至還是會流汗 我們就用了黃芹進來 然後用了沙森 但我們都知道沙森的時候 在沙森用很多 這個會有什麼 常常會咳嗽 化痰的時候用它 因為你根本沒有什麼 沒有真正的咳嗽 它就是卡卡的乾乾的 我們用了一個沙森 然後再來 我跟你講 你講半天 你會發現晚上都睡不著 或者一直想那些負面的情緒 這個時候我們就是 心火很旺 你會發現整個有的什麼 耳朵紅 臉紅這個部分 我們加了一個蓮子心 蓮子心 那很苦 就是那個蓮子 你看白白的 胖胖圓圓的 可是它裡面那個心把它拔起來 那它可以入到什麼 入心去清我們的心火 那這個心火去掉 還要讓它什麼 可以放鬆一下 然後我們加了什麼 葉椒藤 對不對 葉椒藤 葉椒藤也是跟那個 長大我們的這個 就是我算是根莖類的 加上去可以 不該腎之外 還可以安神 然後可以讓我們也放鬆情緒 然後再來 剛剛是不是 你會發現這個 我們把脈的時候 這病人 除了那個已經很大的 有一些什麼 阿茲海默的 巴金森的那種 它抖出來 你會發現年輕人叫抖 小鐘先生有問題 那它的抖 它的抖有什麼不一樣 是怎樣抖 它不是那麼明顯的抖 想到現在那個朋友這樣 那個抖就是輕輕的 你會發現 那甚至於你搭上來有沒有 你手這樣 這樣放著兩隻手 我們正常是這樣沒抖 你會發現 一點點 所以大家也可以用紙測試一下 它這個手抖 可是我們把脈的時候 就會覺得 感覺一晃 然後再測一下 這個手抖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到一個 就是荔枝殼 我們吃荔枝裡面那個紙 你說沒有 我們把荔枝的整個 放進來也OK 但是已經曬乾了 那在臨床上我們會有荔枝殼 然後會用橘子殼 這個裡面那個殼 橘子殼 這些來用一下 可以什麼 紫顫抖 屈風 然後梳乾這個部分 好特別喔 所以有荔枝心 還有荔枝殼 荔枝殼 荔枝的籽等等的 好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 如果有假抗方面的問題 請教西醫之外 也請中醫幫你來調養 廣告之後來看 那麼中藥當中還有五味藥材 可以幫助大家安穩身心 馬上回來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按讚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